新年拜年都會送禮 一份禮物包裝得漂亮,代表月有體面 但有沒有想過以全澳大約18萬個家庭計算 每個家庭都要用花紙包禮物 需要用的紙張數目是多少呢? 有市民建議設立機制回收花紙,循環再造 梁安琪不得 中國傳統送禮講求體面 雖然只是一張花紙 但大部份人送禮的時候都不可以缺少 認為包裝得好看,比一切離得緊要 不過根據環保組織的資料 平均二千張花紙就要犧牲一棵樹來換取 對環境或多或少造成破壞 有市民說,每年春節 平均送四至五份禮物給親朋戚友 每次都會用花紙去包裝 認為這樣才代表有誠意 我想他們都是會拆就會丟 但你不包就好像不是那麼好看 這個就未想到 新年中國傳統都是用紅色為主 喜慶一點 其實有沒有想過不用紙包住 現在好像會去想環保 有超市負責人獲 今年農曆年送禮的人和往年差不多 多數送曲奇餅或者糖果 而每次選完禮物都會要求用花紙包住 有超市負責人獲 因為環保才免去這個要求 大部分包的 為甚麼 始終是送禮禮物 都是喜歡包花紙的 有市民建議推出花紙回收計劃 避免浪費資源 年齡都會這樣包 但是回收到 根本就不足 你說放到哪裏 都是一個垃圾放下去 建議的話 大廈應該是 設有分類的措施 比較好些 送禮黨頭的是一點心意 用不用花紙包裝並不重要 加上近年推出的賀年禮品 本身的包裝已經夠精美 即使不用花紙襯托 一樣這麼美 奧門電視台記者 梁安琪輝道